不关注和收藏这期视频就再也不理你们了 做核心玩家其实并不复杂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第27期的游戏大排档 我是大川 上一期视频聊的关于NS游戏价格高昂的话题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节目内容也确实如部分朋友所说出现了几个比较明显的错误 这期视频会跟大家一一说明 有错咱们就要认错 今天在这里我要先跟大家道个歉 对不起 确实是因为我的疏忽造成了上期视频内容的硬伤 但是光说对不起显然太没有诚意了 于是这期我准备了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我自己收藏的喷射少女2的这个限定版手柄 那是全新未拆封的 买了两个本来这个不打算拆的 但还是作为这期的福利送给大家 跟以前一样 还是评论加收藏加关注 不管评论是批评我的还是支持我的 只要你说的有理有据使人幸福 就可以获得这款限定版手柄 第二个就是这期我整理一些很有趣的数据跟大家分享 不过这期视频我们不要只展示干妈包的数据 而是通过回复上期评论的形式 进行对应的解释和说明 这样的话给予大家印象应该会更深刻一些 那么喜欢不得说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正题 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这位观众的评论 这位观众提到我上期视频有错误的内容 第一个是NS版的分手出发2价格比其他平台更贵 第二个是任安堂规定数字版和实体版游戏价格必须保持一致 最后观众说的第一点确认是我错了 分手出发2全平台数字版价格是一致的 只是实体版比其他平台贵了100港币 但是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我会犯这么明显且拙劣的错误呢 除了我一时来发作没有去查售价以外 另一方面就是我之前认为 任安堂要求NS数字版和实体版游戏价格必须一样 那么任安堂究竟有没有要求数字版和实体版价格必须一致呢 今天在这里我可以很明确的说 起码在NS的前期任安堂是有过这样的规定的 只不过这个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命运罢了 为什么说是众人皆知的命运呢 因为虽然这句话好像很多玩家都知道 只可惜我找了很久 也没有找到官方白纸黑字的文字说明 但是我却从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端倪 那首先任安堂的前任社长延天聪先生 就曾经公开表示 任安堂会继续保持实体版和数字版价格之间的平等 他认为游戏最大的价值是游戏的内容而不是载体 严然聪大佬这番话起码说明 任安堂是有让数字版和实体版价格保持一致的想法的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我从美亚上选取了默认排序下 30款NS实体版游戏的价格 然后就在官方的数字商店上 收集到这30款游戏的数字版价格进行了对比 通过这张图表我们可以发现 Switch上虽然不是所有游戏的实体版和数字版价格都一致 但是大部分 尤其是除了独立游戏外的第一方游戏和第三方大作 价格都是相同的 特别是第一方游戏 任安堂更是起到了带头表率的作用 100%的第一方游戏 数字版价格都和售价高王的实体版相同 这就说明在实际行动上老任是坐实了 NS数字版和实体版价格保持一致的规定 但又是为什么部分独立游戏价格不一致呢 这就要提到一款游戏 RAM NS上次读了游戏RAM 就曾经因为数字版价格比其他平台贵了10美元 而受到了玩家们的抱怨 当时开发商解释 因为Switch版本增加了新的内容 新的操作模式等等 而导致开发成本更高 可是等到游戏发售后 玩家们发现 RAM不仅没有实现开发商所承诺的那些 Switch版的帧数和分辨率 还让人难以接受 有而体验在三个平台里面也是最差的 这让玩家非常不爽 RAM的开发商经入起玩家们的口诛比伐 主动降低了10美元的售价 这才实现和其他平台一致 正是这件事情让老人清楚地意识到 在售价本来就微薄的独立游戏上 提高数字版价格实在是有些太过招摇 于是才放宽的限制 允许部分游戏的数字版和实体版价格可以不一致 但是虽然老人放宽的限制 但却还是在身体力行地维持了旧的规定 利用成本高昂的实体版游戏 反向推高数字版的价格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不仅如此 NN上的第一方数字版游戏不仅价格相比实体版更贵 而且几乎不打折 我们来看看下组数据 第一张图表是美幅、港幅和插宝的价格对比 插宝的价格是选取销量最高的商品价格 销量最高则表示这个价格大家比较认可 所以对比起来应该还算是比较合理 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第一方游戏 数字版价格都要比实体版本更贵 更何况即将推幅的港幅数字版的售价更是高的让人发指 即便是按照目前的汇率来看 甚至比日幅还要更贵 我们再来看看下组数据 我从VGChair的网站上选取了销量前10的第一方游戏 然后在PSPrice网站上拿到了对应的折扣数据 那首先我要先声明一下 PSPrice数据可能会有一些错误 但我也确实没有找到其他可以看到历史折扣记录的网站了 如果有错误还要请大家见谅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半的游戏自发售以来一次折扣都没有 还有三款只打折过一次 只有两款的折扣次数超过了一次 在实体版不断降价的情况下 数字版却还是如此坚挺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本来任天堂给予线下经销商的利润就不如索尼跟微软 如果再像索尼和微软那样频繁地对数字版游戏进行打折促销 损失了利益的经销商 恐怕再也不会想要卖利润微博的Switch卡带了 这也就是说老任在线下经销商的利益和玩家利益之间的权衡中 最终选择舍弃玩家利益继续保持高昂的数字版价格 最后这位朋友还说了这么一个观点 他表示这类独立游戏的实体版主要是用于纪念 所以比其他平台实体版贵上10美元也是正常的 但问题又来了 同样是实体技能版本 你的技能版本有什么理由要比别的平台贵上10美元呢 第二种比较多的评论是类似这样的评论 这位朋友表示魔戒战争5是之前PSN会员才可以领取的 而且PSN会员本身也是需要花钱的 所以我封面上描述的魔戒战争5免费其实并不准确 其次NS版本相比PS版是全DLC版本 这样的对比也不太合理 那这位朋友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那首先对于我个人或者说大部分索尼玩家来说 会员就是难联机的 而联机又几乎可以算得上是索尼玩家们的刚需 送的游戏完全可以说是额外的福利了 就算是不送游戏我也肯定会买这个会员 所以对于我来说或者大部分索尼玩家来说 魔戒战争5就是免费送的福利 那其次对于购买了魔戒战争5的人来说 除了魔戒战争系列的铁粉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购买DLC 更别提全部的DLC了 本体就已经足够刷的天昏地暗了 所以NS版带全DLC的意义或者说是作用 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最后退一万步来说 即便是你没有领取这款游戏的惠免 PS版的魔戒战争5也是常年维持在19.99美元的价格 相比几乎从来不打折 保持原价59.99美元的NS版也是便宜了很多 如果是购买SD版本淘宝上的PS版158元的价格 也比NS版328元的价格便宜了几乎一半 那有多人家可能会说 不应该拿发售很久的平台和才发售一年多的平台做对比 这样并不公平 应该拿PS版刚发售一年的时候的价格再进行对比 那今天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 我费了很大精力采集数据进行对比 都是为了说明在现阶段 PS和NS的游戏价格谁更有优势 如果是对于PS发售初始一年时候的价格 这样的数据叫无意义的数据 因为对于玩家们来说 这样的数据对于他们现阶段 购买游戏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对于便携性没有太大的需求 又不是魔戒战机系列的铁粉 PS4原版的内容完全足够玩了 而且价格更合理 买PS版就对了 那么第三种比较多的评论是如这位朋友所说 他认为跨屏的游戏基本都是一个价 根本不存在NS版价格更贵的情况 那关于这个问题 我专门收集了大量的数据 先说一下结论 NS版的跨屏的游戏 无论是原价还是折扣力度 又或者说是折扣频率相比其他两家 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我们来看看数据 为了避免人为因素干扰 和尽可能的保证取样的客观性 我从两个维度选择了样本 第一个维度是IGN平分前50的NS游戏 扣除其中的独占游戏还剩下39个 另一个维度是危机圈的网站上统计的 NS销量前50的跨屏游戏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IGN平分前50的 NS游戏价格对比表 其中PS4和NS游戏的价格数据分别是从 美副PSN和人堂官网上所查询得到 从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出 39款跨屏游戏中有7款是PS4版本价格更低的 占比是17.9% 而NS上只有一款起初路二价格比其他平台更为便宜 那如果是以危机圈的网站上 销量前50的NS跨屏游戏进行对比的话 差距就更明显了 采集方法跟上面一样就不赘述了 最后的结论是50款游戏中 有19款PS4版的价格更低占比38% 而NS上只有两款游戏价格更为便宜 但是光对比原价是不全面的 因为一般来说 很多玩家除了特别喜欢的游戏 其他的基本都是等着促销折扣的时候再购买 那么同一款游戏不同平台的折扣力度和频率又是怎么样的呢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又做了三张图表 分别是跨平台游戏历史最低价对比表 跨平台游戏最近折扣价对比表 跨平台游戏折扣次数对比表 为了保证公平 价格查询方面 我们统一采用国外著名的折扣信息网站 PSpress的数据 因为只有他们才有价格曲线图 但是我还是要先声明一下 由于工作量庞大 虽然我已经尽可能的做到了细致 但难免还是会出现少量的错误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另外就是统计工作难免会因为网站本身数据不准确 而导致少量的错误 视频中的所有表格都会放到公众品牌提供检查 请大家放心观看 最后还要说一下数据采集的详细方法 这个一定要说清楚 因为这是导致结论是否正确的关键 我们以Doom这款游戏举例 首先打开掌中宝 搜索Switch版Doom的每幅发售时间是2017年10月10日 然后再打开PSpress搜索Doom 点开Doom以后 我们以Switch版发售时间17年11月10日为起点 依次采集历史最低价 最近一次折扣价和17年11月10日 到现在的一共的折扣次数 NS版的数据也用同样的方法采集 相同的采集方法当然也不会存在双标的问题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最后的结论 PS版跨平台游戏历史最低价更便宜的占了28款 占比是58.3% 而NS版跨平台游戏历史最低价更便宜的只占到了5款 占比是10.4% 而在最近折扣价对付表中 PS4的跨平台游戏最近打折价更便宜的是占了27款 占比是56.3% 而NS版跨平台游戏最近打折更便宜的只占11款 占比是22.9% 最后是折扣次数表 PS版更是完胜 折扣次数更多的游戏有31款 占比占到了64.6% 那么以上这些数据 可以说明NS版跨平台游戏 无论是原价对比还是打折价格对比 相比其他平台都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NS版发售的晚 价格没有优势 打折幅度和次数少也是非常正常的 是的 这些朋友的话 只不过又一次印证了我上面的结论 他们还会去建议我应该对比PS4 刚发售一年的数据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会刻意的 以PS4版发售一年的数据进行对比 因为那样的数据对比 对于现在的玩家购买游戏 没有任何的帮助 我也不会去做这样 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第四种比较多的评论 是类似这位朋友的评论 他认为我是认黑 是索尼GK 有一些玩家可能不清楚GK是什么意思 我顺便来科普一下 在2003年的时候 索尼曾没揭露内部 存在代号为Gatekeeper的网络宣传机构 Gatekeeper被译为 看美人门卫 这个内部宣传机构主要是通过网络 向同行竞品进行夸大的诋毁 同时对于自己的产品进行粉饰和美化 但首先这个机构究竟是否存在 仍然无法确认 因为至今为止 并没有缺切的证据表明 索尼内部曾经有过这样的机构 所谓的Gate只不过是传言而已 其次就算是有Gate组织 索尼也会务必做得十分隐蔽 不大可能会找像我这样的普通自媒体人 进行合作 如果这样做的话 泄密的风险性太大 更重要的是有一期节目 BTS破解的新闻 被索尼强制要求下架 我估计这辈子 索尼也不会找我合作了 所以显然我不可能是索尼GK 还有就是说我是任黑 那我今天也就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这个收藏藏品 先是Gameboy 是加了背光的Gameboy 然后是GBA 加了背光的GBA 然后是日版的GBA 这个可不是这种比较常见的欧版 美版的那种翻新机 这个是非常珍贵的日版 日版的龙骨 是最不容易腐蚀的 然后就是到了这个NDS的时代 这是NDSL 这是一个神油的 神油的一款 我买的新的 然后是产量比较少的全新的NDSI-LL 然后是3DS 这个是我买的第一台3DS 这个是白色款处理和我买的白色款的全新的3DS 老盘的 现在已经买 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全新的全新未拆 全新的NDS新小三 现在已经买了 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全新的 全新的 这个马车7限定版 最漂亮的一款 2DS 现在已经买了 然后是纯白色的 NDSI-LL 全新的 然后是 NS 是马尼奥限定的 然后是这 然后是这 也不算多了 也就15款吧 公司 15-6款 我也没有细细数过 这是我的NS游戏 我本人并不经营 NDSI-LL 旗下的主机和游戏相关的销售 所以不存在 这些东西是拿来卖的 说我是认黑的 请你拍下 你所有的NDSI-LL 设备和游戏 让所有人来看看 你究竟有没有说我是认黑的资格 如果我这样都算认黑 恐怕没有几个人不是了 我是觉得真正的认粉 是用实际行动去支持NDSI-LL 而不是嘴上说支持 口袋却捕得紧紧的 那么第五种比较多的评论 是类似这位朋友的评论 他认为因为Switch 有别的平台都没有的便携性 所以不能对比价格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评论类型 有一些朋友非常会混淆的视听 你跟他谈NS上游戏价格 他非要给你扯到便携性 你拿手机游戏跟他比便携性 他又要跟你说游戏素质 当你跟他说PS4上画面更好 帧数更高的时候 他又要跟你说回NS的便携性 但是这一回既然我们聊到了便携性 就来好好地聊聊NS便携性的这个话题 那首先NS便携性真的有那么重要 或者说那么有用吗 便携性的使用场景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第一个最容易想到的场景 就是通勤 我在上海待了三年 住在上海的普托区 挤了三年的11号线 这三年期间 我上下班期间能做到座位的次数 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能够有个较为宽敞的地方 让我站的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大部分情况下都和其他成哥挤在一起 不要说玩体积这么大的NS 就玩个手机都费劲 在这种嘈杂拥挤的环境下 玩游戏对我来说 真的不能做个享受 而是折磨 其次如果是出远门 带着NS也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NS的续航能力实在是太差 玩个赛亚的传说 也就有三个小时左右的续航 那这就意味着 你除了要带大块头的NS以外 还要带个大容量移动电源 经常出差的人肯定深有体会 但凡能够少带一点东西就绝对不想多带 NS再加上移动电源 这两个重量放在背包里也确实不轻 唯一我觉得便携性有优势的在于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躺在床上玩 另一个是仙下聚会 除了这两个场景 我是真的从来没有把NS带出过家门 更何况NS的屏幕素质也是非常差 即便是最高亮度下 在室外看的也是非常费劲 甚至还有玩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去插宝换屏 NS本身屏幕有问题 却叫玩家想办法解决 真的是划了天下大忌 除此之外 NS上的辨细游戏体验也是非常让人担忧 第一房戏中 异度帧2辨细模式的画面糊得不成样子 第三房戏中 除了配置要求不高的独立游戏 其他较新的3A游戏 比如动物和重返德军总部的画面 也是惨不忍骨 为了能够在移动端达到30帧的帧数 而不得不采用动态分辨率 敌人数量稍微一多 场景再稍微复杂一点 甚至还会降到480帧甚至更低 而且大部分NS游戏也并没有针对移动端的UI进行优化 而是照搬了TV模式 这就导致TV上看起来舒服的UI 在移动端上就显得字体过小 而且不具臃肿 有很多玩家说 NS凭借便携性这个优势就值得付出溢价 可是老任或者说游戏厂商 显然没有在移动端花费这个溢价该有的用心 除了移动端体验堪油以外 大部分游戏主机模式下的体验 相比本世代PS4和XPX1 画面和帧数表现也都是最差的 很难想象等到PS5和XPX1下一代机型 再加上PC硬件全面升级的两年后 还有多少第三方愿意为机能差距如此明显的NS进行优化 在这种性能差距巨大的情况下 优化一定是一件费钱费力的事情 主机模式下的优化已经是如此困难 还想再让厂商再对掌机模式进行优化 实在是太难了 那么第六点就是关于燕价堂的抽成比例 这个话题我本来是想好好的聊聊 只可惜查了很久的数据 也并没有找到一个信息来源准确的确切数据 虽然找到了一些留言和传闻 但属于上期视频我才刚刚犯了错 所以这期视频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实在是不敢再说 虽然没有办法得知确切的真相 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接近真相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已有的事实做出一些推测 首先前段时间曾经爆出过这么个事情 油管主播公开抗燕价堂 原因是价堂要求从直播燕价堂游戏的主播收益中 抽取40%的分成 这个事情在玩家中间引发的非常大的争议 许多玩家认为老任的抢钱政策过于不合理 大家可以想想 在主播分成上燕价堂都要抽40% 那么在游戏平台上还能幸免吗 此外 争计平台抽30%是被大佬爆料过的 而且国外苹果商店 Google Play 和微软商店的抽成比例 也都是明文规定的30% 再联想到上面的数据 NS版跨屏游戏更贵的结论 任然堂的抽成超过30%的可能性非常大 只不过这些都只是猜测罢了 欢迎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那么第七种比较多的评论是说我影战 说我带节奏 说我黑这个黑那个 这个也是个非常典型且值得讨论的现象 我也想说一下 在主机圈或者说是国内主机圈 当你提出一个观点 无论对或不对 这难道引发的不应该是讨论吗 为什么会用影战这个词呢 当我提出我认为NS游戏贵的观点 这难道就算是影战吗 那我承认上期视频的标题和封面确实有点用力过 这是我的问题 但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内容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大可以像这位朋友一样 有理有据的说出你的观点 我从来没有过希望影战的想法 只是想聊聊个人的看法 而有些朋友上来就隐战隐战隐战的说个没完 那么到底是你在隐战 还是我在隐战呢 其次就是所谓的黑 连古代君王都知道 沿路开则质沿路色则乱 如果稍微说某一方不好的话 就群起而攻之 那么时间一长 谁还敢说真话呢 我也知道我上期视频有错误 但是没有必要以最不文明的形式 在评论区表达不满 说实话 各位可以去上期视频的评论区中看看 很多评论真的没有反映出 我心目中真正认奋该有的速度